今天是我在槟城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还蛮想念槟城的美食 还有这间酒店是蛮不错的 它的环境蛮不错的啦 就像我这三天在槟城都是吃比较多啦 然后等一下呢 等我的朋友到呢 他带我去槟岛走一走看看 有时间的话呢 那就会去一些邮警点走走 然后有一个衣架 保险箱 这个是保险箱 然后雪柜 然后那个是葱茶的 还有家店设计 其实我为什么会做这个酒店呢 是因为它是在大产角的 它不在冰岛里面 然后这间酒店的价格呢 也蛮便宜的 它是没有早餐啦 但是还算蛮不错的 因为实际上它房间的设计还蛮干净 只是说你要去冰岛的话呢 就要过一个桥拿个月后再进去 所以会不要塞车啦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住的话 也算是不错啦 然后附近有一些酒肉啊 什么东西吃的 是不错的 就算如果来说呢 就算如果来说呢 在Bukit Matam 做那个德士到机场的话呢 大概是44块到60块里面 那天我查过呢 从Airport到Bukit Matam这个酒店呢 是44块马币 晚上的话呢大概是60块 它好像有时间的啦 但是如果我几乎上在频道里面 做Grab Car的话呢 几乎上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因为很塞车的频道 如果我是驾车的话呢 就会Bukit Matam 要找Parket一些之类的 如果是做Grab Car的话呢 我是个人觉得很方便 因为毕竟我都是一个人去旅行 所以我觉得Grab Car 其实上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好啦就先到这里啦 那等下我们下一个景点见咯 我们下一个景点 我还要为我们要打开 关闲或者是3个小时 够的这样子 我经常认为 就是295块 一体的石头 我们下一个体现 你怎样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